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贴画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布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手工贴骨工艺 它历史悠久 广泛流传于民间 简单的说 布贴画就是以剪代笔 以布为色 充分利用布的颜色 纹理质感 通过剪材粘的方法 创作而成的一种装饰化 它题材多样 色彩丰富 立体感强 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今天就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布贴画的独特魅力 见识它巧妙的创作过程 一说到布贴画 很多朋友都是耳熟能详 有的朋友甚至亲手做过一些简单的布贴画 这是因为布贴画在我国是幼儿园和小学手工课的选修课目 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 可是这布贴画是原理 又具有怎样独特的艺术特点 以及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这些问题就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回答的上来的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跟随着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金言 踏上布贴画的创作之路吧 金老师为人少言寡语 但说到布贴画却是滔滔不绝 金老师说 布贴画是2004年就被列入了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接着说 从小就看着姥姥叫妈妈做布贴画 这手艺就好像融入在家族传承的血脉里 代代相传 金老师说 布贴画原名宫廷补秀 俗称布贴画 又叫布堆画 布贴画等等 布贴画是以各种布料为原料 以剪刀代替画笔的方式创作 并经过多个制作步骤 最后粘贴所形成的画作 这布贴画应该从哪里讲起呢 金老师想了一会儿说 还是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吧 布贴画是源于何时 据考证 平面的布贴画 大概源于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宫廷 后来随着能工巧匠们的创新与发展 大概在一千一百年前的唐朝末期 就有了富有立体感的布贴画 直到近些年 才出现了现代油画风格的布贴画 布贴画最一开始起源于 宫女们用丝绸制作的女红制品 慢慢地开始制作一些使用的物品 比如鞋子和一些摆件等等 后来传到民间就开始传播开具 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 在我国民间 上好的丝绸并不多见 所以后来也改为各种布料 甚至财费的粗布 都可以用来制作补贴画 其实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布贴画并不受原材料和题材的限制 这也是布贴画能够传播广泛的原因之一 布贴画的题材非常丰富 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题材 表现形式也非常多 可以做成平面化 还可以做成各种物件 布贴画不仅美观 而且制作过程相对简单 以于上手 实际做起来 要根据作品题材 来进行巧妙的组合与搭配 那么 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 布贴画的人来说 要怎样学习呢 金老师告诉我们 现在布贴画主要分为两种风格 一种是传统布贴画风格 这种风格的布贴画主要是朴素 简洁唯美 这类布贴画一般特点都是 寓意美好 立体感强 用布颜色单一 表达了普通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向往 另一种风格的布贴画 具有强烈的现代油画风格 这类布贴画的主要特点是 题材不受限制 画面的层次感强 用布的颜色丰富 也有人说 这种风格的布贴画 在用布画油画 两种风格的布贴画 都各有特点 制作步骤也各有差异 布贴画是我国最古老的 传统艺术之一 纯手工制作而成 极具民俗特色 在朴实中 蕴含着美好的愿望 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接下来 我们就请金老师 为我们制作一幅 具有吉祥寓意义的作品 珊瑚颂福 布贴画一般都是先用笔 在A字纸上画出脑中所想好的图案 作为设计图 最好在图案上写明不同部分 所使用的颜色和用料 同时在脑中已经想好 哪些部分是凸凸的 哪些部分是平面的 设计图制作好了以后 按照设计图在硬质板上画出图案 画在硬质板的时候 可以适度的增大所画的部件 然后就可以把硬质板上的部件剪下来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整幅画中最重要的珊瑚的模具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珊瑚的模具 主要是由虎身和虎头两部分组成 在剪虎身的具体部件时 要在下面再加一层硬质板 这样上面有画的硬质板 可以作为以后批量生产同一皮材的模具 方便以后使用 而下面的硬质板即可作为本次制作的模具 剪的时候一定要沿着所画的图案裁剪 并加以固定 根据金老师的设计 虎身大概分为三个主要部件 分别是虎的主体躯干部分 虎前肢和虎尾 像这样慢慢裁剪 在裁剪下来以后 还要进行一些简单的修饰 这样虎身的所有部件 就全都裁剪完成了 另一方面 在剪虎头的时候 只要剪下整个所画的虎头就可以了 因为虎头里的细节部分 还要具体的再踏印下来 分别制作 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为了使作品更为精细 剪下来的虎头上的各个部件 还要分别踏印在另一个硬质板上 把副鞋纸放在两张硬质板之间 然后分别将眼睛 鼻子 耳朵等部件描画在下面的硬质板上 踏印不清晰的地方还需要描绘清楚 再把先踏印在硬质板上的部件分别剪下来 这样虎头上的所有模具就全都制作完成了 金老师说 按照这样的操作 每一个制作的新版本作品 都是可以批量制作的 而老虎的嘴 是用一条麻绳制作的 金老师说 这样会更好地表现出虎头的立体效果 对于这幅珊瑚送幅来说 除老虎以外的部件的模具相对较小 比较简单 制作的方法也是相同的 只是要注意裁剪的大小和形状 根据作者的设计而定 这样 所有部件的模具都制作完以后 就可以选色裁布了 选色裁布简单的说 就是根据模具的形状 再按照原始A4纸上 所标明的颜色和布料 来裁剪下所需要的布料的过程 具体操作是 用笔在所选好颜色的布料上 画出所需部件的形状 然后剪下一块 笔所画图案略宽的布料 实际的宽度根据模具的大小决定 布料包住模具以后 后面的布料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笔罩结束后就要把布料盖在模具上 为了防止布料发生褶皱 在布料的边缘处剪个小口 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 间隔太小的画 在粘连的时候就不够牢固 整幅画都像这样 按照设计稿上表明的颜色和质地 把所有布件模具的布料选好以后 选色裁布的环节就结束了 金老师说 前面的步骤相对比较简单 可是下面的环节 就是形成布贴化立体感的主要步骤了 一幅传统的布贴化判断起好坏的标准 关键就是看立体感的强弱 而形成立体感的强弱关键 就在于续棉化这一环节 那么我们怎样通过续棉花 让作品具有强烈的立体效果呢 续棉花是指在模具和布料之间 点上适量的棉花或是海棉 这样就能体现出布贴化的立体感 具体操作是 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 堆在楼板上 续棉花的量很关键 注意 先铺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再慢慢的添加棉花的用量 直至达到作者满意的水平 这就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和丰富的经验了 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 或者部件比较大 也可以选取海棉代替 由于海棉不如棉花容易定型 所以还需要用剪刀进行修剪 铺好棉花或海棉以后 就可以包上布料了 然后把纸板的边缘涂上乳胶 把布料粘在纸板上 在粘布料的过程中 要注意乳胶的用量 为了涂出主体 并不是所有的部件都需要续棉花的 要根据设计者的设计而定 在制作布贴化的过程中 各部分棉花的厚薄层次是否突出 边缘粘贴的是否平整细致 再加上制作时 艺人们波折叠压的变化是否合适 只有这些方面的良好融合 恰到好处 才能形成一副完美的作品 布贴化 这一贴一续 就让作品里的东西活了起来 续棉花之后 接着又该如何创作呢 我们往下接着看 金老师说 缝制环节是比较简单的 几乎人人都会的 这也是布贴化 易于学习的基础 要注意在布贴化制作的具体缝制过程 有两种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 用线把不同的部件或是布料缝在一起 缝的时候只要按照事先的设计 缝制好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缝线的颜色要和所缝制的部件颜色相似 还有在布贴化的正面不要露出线头 起到简单的缝制作用就可以了 另一种缝制的目的就不同了 主要是装饰 像老骨的脸部部分的所有部件 几乎都要缝制出线条和花边 具体的形状和花式 就可以根据作者自己的喜好而定了 就像前面介绍的一样 身体部件和面部部件的缝制粘贴 也是分开进行的 这是为了缝制粘贴每个部件时 都能保证细节的质量 这样就能对最后组贴成画的环节提供保障 在具体缝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确定好不同部件的位置 以及每个部件在整幅画中的所占比例 在缝制的过程中最好要保证一次缝制完成 否则会在部件上留下针眼影响美观 金老师告诉我 布贴画的缝制粘贴说起来简单 看似人人都会 但是这个环节却是要求作者 既要有动手能力和缝制经验 又要有一定的构图的绘画基础 要满足这一点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练习 缝制环节结束以后就到了组贴成画的环节了 金老师说 组贴成画就是用沾或者缝的方式将各个部件组合成一幅作品的过程 但是具体的操作顺序因作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 组贴成画的流程都是由易到难的 一般来说都是从作品的背景开始缝制 像这幅画的背景 作者就选择了许多块颜色不同的小块布料缝制而成 有多色布 有花纹布料等等 金老师说 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山林中景物的丰富多彩 根据预先的设计排序后 就可以缝制出背景了 然后就可以将事先制作好的平面小动物缝制在背景上了 在缝制的时候还可以用彩色的线条缝制出小动物的四肢 眼睛等部件 您看看这青蛙 这昆虫等是不是栩栩如生 缝制好了以后 是不是整幅画立即的生动了起来 在主体背景制作完成以后 一般还要在背景的边缘缝制上画边 这样会起到很好的装饰作用 画边的颜色一般与背景的颜色相似 一般以麻绳和粗布料为主 到此为止 珊瑚送幅这幅画的背景部分制作算是结束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整幅画的主角 百兽之王老虎是如何组贴成画的 按照事先预留出来的位置 把已经制作好的珊瑚缝制粘贴在背景布上 这样组贴成画的环节就完成了 现在一幅具有立体效果的珊瑚送幅就完成了 这属于传统风格的布贴画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艺人们的不断创新 现在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 布贴画又增添了新的制作技艺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 现代油画风格的布贴画 我创作的这幅画呢 就是利用色彩的那个冷暖 把那个画面的那个空间拉开 感觉就像画油画一样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金老师 是如何结合现代油画的特点 制作布贴画的 就以金老师现场制作这幅 寂寞森林为例 来介绍一下 现代油画风格的布贴画的制作特点 与传统的布贴画工艺 最大的区别就是 现代油画风格的布贴画 是用颜色的变化来表现立体感 这样就有了与传统的制作工艺 不同的工序 更特别的就是 在设计上可以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 加以粗布的明显纹理 相得益彰 画面就更加的朴实 而富有美感了 在制作的环节上 最特别的环节就是 选色堆层 下面我们来看看应该如何操作 那个在布贴画 在做画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色彩 色彩非常重要 主要表现的就是说 这个画面 画面的色彩一定要统一 不要乱 冷暖搭配 一定要就是严谨一些 为了表现那个 就是树啊层次 那种层次感 我把这个布料呢 用了五层 也是利用色彩的 冷暖的这种关系 五层 五层布呢 是五个颜色 就是色彩的冷暖 给它区分开 这样呢 能表现那个树的那个橙色 更加立体 正像金老师所说的 所谓选色堆层 最关键的就是选色 这一点和油画一样 同一物体的立体感 是由不同颜色组成的 油画使用不同的颜色的颜料 而布贴化使用不同颜色的布料 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同一事物最里面的颜色 是白色或者黑色 然后按照油深到浅 或是油浅到深的色彩变化 层层的堆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了 同一事物颜色的变化 进而体现出立体感 同样的技法 再粘贴出 有层次感的小鹿 月亮等事物就可以了 布贴化一般不需要上色 就可以橙化 最后再对橙化 加以调整和修饰 一幅具有现代油画风格特点的 布贴化作品 就完成了 怎么样 这幅画是不是就像金老师所说的那样 像是在用布画油画呢 这看似简单的制作步骤 却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 最后 无论是传统风格的布贴化 还是现代风格的布贴化 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装表 所有工序完成以后就要上版了 这工序比较简单 按照设计图的大小 选择一块合适的画框 装定起来就可以了 终于解决了一开始 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 通过几天的拍摄 金老师让我们看到了 布贴化独特的美感和极强的可塑性 布贴化艺人们在当今的社会中 依然选择坚守 金老师最后说 虽然布贴化艺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但是他相信 布贴化会随着这艺人们的努力 和强大的融合力 代代相传下去 正如其他的事物一样 布贴化艺术创作 没有今天的坚守 就没有明天的辉煌 通过巧妙的创意构思 将一块块花色各异 形状不同的布块 搭配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一件件 具有布艺化意境的布贴化 这是笔墨所无法取代的 不知道今天节目 有没有勾取您的创作欲望 有时间有兴趣 赶快搜集一些布料 大胆地创作一件吧 好了 今天能往电梯就这就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